然後會有我們的三個地標就把它暫時存在這裡 那這個訊息的話最多 我印象中是最多是好像是5Mbps吧最多可以存到5Mbps的空間 所以5Mbps可以存太多東西了所有東西一切幾乎都可以幫你把它 寫在這個地方寫入到這個地方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你下次就可以針對那個key 找到地標1有沒有你去查地標1他就幫你把地標1 後面的value把它調出來 所以一個key一個value一個key一個value 這個有點也類似資料庫可是資料庫比較適合是存大量資料 但是用簡單的小量資料你就可以放在local storage裡面 怎麼建怎麼讀其實這個是關鍵 所以如果你懂得怎麼樣把它存起來 下次怎麼把它讀出來 大概就夠了 那其實他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好相關的說明我想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講義或者是在你們的那個 書上面的第4章裡面都有這個說明啊因為 同學對於那個 這個地方 可能在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在別的 啊 就是 別的城市開發也會遇到 這個地方 第一個 他是 一定要是HDML5的 所以如果你瀏覽器版本是什麼IE5 6.0以前的話都不支援因為HDML5 好像IE到7 以後吧現在最好是到1011以後才有完整支援 要不然你就是用Google瀏覽器 不會有問題 那早期 如果你不是HDL5以前的話 我們會存在哪裡呢 會存在cookie裡面 我好像之前跟各位講過 但是cookie只能存4K而且cookie的安全性非常的差 所以很多什麼你的 被駭客 知道你的帳號密碼 其實就是很多駭客 早期都會去抓你 你的電腦裡面的cookie cookie裡面呢有時候為什麼你會把瀏覽器你打過一次資料他會自動跳出來有沒有 他就幫你存在cookie裡面 那你不是儲存那個帳號密碼在裡面 那駭客呢就是把你cookie抓過來 那他也就知道你的帳號密碼了 對不對所以 這次會有安全性漏洞 那那個HTML第五代的 這個部分他實際上就是改進這個安全性的漏洞 所以為什麼現在新一代他會叫你去去去去跟 沒問題我會當你來自己去按照跟我的 這次我覺得把瀏覽器你會有適合